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年初就开工 正常的话是这两天发了十几万单的一个货 然后预计的话也就是这两天能把录取发完 我们今天打算在就是 宿卖通 然后西音 还有那个TK这些平台 然后先开一个店铺进行尝试 如果盈利合适的话 我们会考虑增加店铺 我们计划在24年的那个订单量的话 日发订单量要过千单 然后在那个增长基础上面 比23年要增长三倍以上 MING PA